到月末到鞍入國室最近成功 轉型這學生素養是越來越多 不過校長的建築 率超過的使用年齡 學校安勝在明年三過 要將二十一間九十頂起 不過這個校園裡面 有很多百年老抽要怎樣呢 校長說這個老抽是 校友和學校這麼重要的活躍 一定會全部保留下來 到時裡面拋棟有拋棉的現象 久了會落後影響上課 鞍入國室起到當 但根據已經超過輸入的年齡 好好拿到教育部的經費 買中間好下 不過校園來有二十張八年老抽 甚至有三張學習服力館 為了校園的完整性 減顧好友小孩的活躍 校長說心將每一張手法保留下來 消息一團出來在地國民 贊家祭祀 不管多大的恐慌 或是什麼更大的那種作業 他們都有辦法站在這裡 希望這些手法 我們可以幫他保留 我的所有的櫃子 老抽的部分 一定要幫我全部保留下來 我的校園 我希望我的校園 起好後 校園也回來好 按下校園來看環境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他洗碗的時候 在按下校園頭 撤車的那些櫃子都可以保留下來 學校園剛才出席 甚至外面空地 近年又有古早性的鐵基爐 校園這次的這座湯體 日本時代就有了 因為湯結漸漸氣味 提出這塊地爬方很久 六月就發揮手來精頓 讓八十公廁等的古湯體 中現風華 也正在學校園 確定的外交宅 這鐵基爐以前我們小的時候 都知道的感覺 我們都會去挑 很好玩的 現在學校中間 還有用鐵基爐 讓我有那個回憶 要讓小孩子來這裡 這樣欣賞 十年前其實這座學校的學生 連四十的人都沒有 要面臨開校 學校拚小學出自己的特色 現在學生有一百五十人 也希望保留百年老抽 搭著最主人的好方 為了小孩子 關心環境和形態 記者在信用台南 菜鳳報道